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药,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为处忤逆,诽谤正法。 净土圣贤路,民国范氏 民国时期在台湾,有位范氏女子,她家里一向贫穷,而她自己天性蛮横刚烈,从不相信佛法。 后来,她遭受了恶报,颈部长了一个影流,长到了像碗一样大,而且影流破了,里面的污血就喷流出来,日日夜夜的非常痛苦。 到了民国十六年的正月,她听说了佛法中关于因果报应的事,内心非常恐惧。 到了农历二月初八这一天,她下定决心归一三宝,她礼拜茂峰大师,被赐法名叫辽香。 这之后,她便是专修净土念佛法门,日日夜夜念佛不断。 后来,痛苦渐渐渐少女子,稍微能得到一点安康和乏喜。 于是,她更加对念佛法门深信无疑了。 土佛阿密佛佛 范氏精进地持戒念佛 不到两个月 他知道自己往生的日子要到了 临终前三天 他说 我神游西方 亲眼见到了 极乐世界种种殊胜庄严景象 微妙不可思议 到了四月初六的子时 佛放大光明 照得屋内比白天还要亮 室内不用点蜡烛就一片光明 而媳妇们大家都一同看见了 这时范氏说 佛和菩萨亲自下来接引我了 说完话 他双手和石面带微笑 接着验了几声佛号 然后说 我走了 就往生了 在场的大众 都有闻到奇异的香味 这种香味 直到天亮都没有散去 范氏享年六十岁 我们现前修学最大的账难 就是不能够克服烦恼习气 可是一定要知道 烦恼习气是非克服不可 你要不能克服烦恼习气 你自己一定要晓得 你的果报决定在三途 所以我们要尝想 地狱恶鬼畜生苦 我们要不要去做地狱恶鬼畜生 如果要做地狱恶鬼畜生 你的烦恼习气就不要断 你可以随顺你自己的烦恼习气 如果你觉得三恶道恐怖 三恶道可畏 你真有畏惧之心 我想你一定能克服你自己的 妄想分别执着 古人教给我们 学佛要有畏信 畏信里面最重要的 就是畏惧因果报应 这个事很现实 所以学佛没有别的 转烦恼为菩提而已 菩提就是无碍智 现在我们要问 怎么个转法 佛告诉我们 方法太多了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这是说方法很多 佛遗留给我们的经教 诸位都晓得 佛家的大藏经 每一部经典里面都说了许多法门 不止一个 你依一部经修 行 甚至于依一部经里头 一句两句来修 也行 念佛人 自古以来确实有不少人 依大势至菩萨的修行方法 都许六根 静念相继 就这八个字 他一生信寿奉行 他就能成无上道 上镜下空老法事 大圣无量寿经 第九十四集 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九日 二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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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 大圣无上 三十五年 二十五年 五十五年 一年 二十五年 五十六年